Tasty廚房 吃了先講 繼上次青苔披薩廣受好評之後 Tasty廚房有第二集 今次的新菜式就是 螞蟻上市 為什麼想做這道菜 適逢螞蟻上市 我們當然要煮一道美麗菜 來慰勞一下Tasty的KOL 我們今次還會用電飯煲 來煮這道美麗菜 時間關係 介紹材料 好 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浸淋冬粉 好 Blair浸淋冬粉的時候 我們就立即準備肉 今次就用電飯煲去炒熟 沒錯 炒熟的時候就要加些油 加多少 看心情 一炒這個手勢就知道我沒有煮過重 沒有聲音 真的還沒夠熱 哈哈哈哈哈哈 Tasty的KOL有福 豬肉都炒到差不多了 我吃補菜麵畫就要中間滑一個洞 就可以浸一些醬 這次我們用這個就是麻辣脂鹽醬 就會更加惹味 麻辣的脂鹽醬 好像很多 螞蟻上市和阿里有什麼關係呢 據我所知就是阿里有螞蟻集團 大概三分之一的股蟻 如果它順利上市 應該會有一個肯定的增長 短期內可能會進一步 推升阿里的股價 好 醬已經混合得差不多了 看到香氣都在跳出來 我們還有最後一步 就是要加冬粉 這些這麼重要的儀式 我們有請Tasty的KOL Ali Sir出場 Hello Alex Sir聽說 是真正的住家男人 是 我不是笑得不夠好 不要緊 你照笑就可以了 我知道你看到我們真實的樣子 也忍不住笑出來 是 Ali Sir 家裡有煮飯嗎 經常煮 不過是叫工人煮 貼不下去啊 好 又到最重要的試食時間了 嘩 正呀 你看看它的色澤 是呀 晶瑩剔透 加上螞蟻 Oh my God 好嘩 真的好嘩 是呀 帶我來試一次吃馬鈴 一粒粒的馬鈴 好 總結來說 這道菜可以說是簡單 由易做 做出來 我們沒有來任何傳媒會的 只是拿一包醬 厲害 是不是好吃呢 真的 好好拿來送飯 謝謝收看Tasty Money 記得訂閱 留言 還有按LIKE Bye Bye 記得按鈴鐺呀 Bye Bye